从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中,希望能够展现精湛的书艺 德光其友,因结缘于德光教会书法班 让其位来自不同社会背景 有刚从教育界退休的教授、校长、老师 也有来自广告、建筑界 甚至有非常仰慕中华文化的韩国朋友 背景虽易,但对书法艺术的爱好却是有志一同 让他们自学习的那一刻,吉祥约三年后 展出德光其友书法连展 因为在那三年前,我们就要说在那三年前 我们今天从每一个人在老师来说 俄的东西,今天来做一个成果的发表 我们共同的老师是张天元、张老师 他今年八十岁 所以我们第一个人说二的就是 由古汉文字的起源 甲、金、转、利、行、草、简书、博书 各方面我们都经过老师的细心的指导 所以说我们今天 我们就把我们三年来 把我们所学的东西 做一个最努力的一个表现 把它呈现给各位 我们经过老师 把我们所教的就是 为甲骨文 我们文字的起源 就是为甲骨文开始 还有经文、传书、隶书、行草、郑凯 各方面老师都非常的专精 那这次呢 就大家全部都把老师所教学的 然后再融会、再贯通 那没有限制你任何的书学的一些方式 自由发挥 所以说我们把三年来 我们把所学的 我们都努力的展现的出来 这次展出的作品 可说相当多元 举凡、甲、金、钻、利、简、凯、行草 无不涉猎 能有这么丰富的学习成果 德光七友特别感谢张天元老师 多年来寻寻善诱 及独特的书法教学法 让他们稳扎基本功 才有今天的成就 展期直到8月3号 欢迎喜欢书法艺术的民众 前往台南文化中心 第二艺朗来欣赏 法界新闻杨志冲 台南采访报道